任天堂是世界著名的電子遊戲公司 任天堂switch的動物森林近年大Hit 很多女士都很沉迷地裝飾自己的島 還邀請朋友去自己的島參觀 打機給人的印象就是 宅男躲在家裡吃薯片喝著汽水 深夜一個人在玩槍擊戰 但相反任天堂的名作適合男女老友 而且遊戲的角色大壽小朋友和女士歡迎 80年代的瑪利奧和90年代末的比卡超 引起持續到現在任天堂 為什麼會這麼特別呢? 這間公司在100年前在我現在住的京都開張 只不過是一間製造和販賣紙牌的小小公司 經過好幾十年的試練 60年代任天堂終於發明了第一個原創的玩具 經過很多波折 任天堂終於推出了全世界最高的手提電子遊戲機 Gameboy和任天堂DS 為全世界的小朋友、女士、大人帶來快樂的時光 任天堂之所以成為特別的遊戲公司 因為任天堂一個哲學 最深日本第四集和頭三集不同 今集會講日本的企業 開發任天堂第一款手提電子遊戲機 Game and Watch 他還醞釀了任天堂的哲學 一直流傳到任天堂最新的遊戲機 任天堂Switch 認天堂的朋友應該知道1983年推出的Family Computer 香港稱為紅白機 還有1989年推出的Gameboy 這兩部電子遊戲機奠定了任天堂在電玩業界的國際性地位 在這兩部電子遊戲機誕生之前 令任天堂正式成為電子遊戲公司 其實背後有一個很大的轉機 這個系列全球賣出了超過4000萬部 而且這個系列最大的特徵就是 一部機只可以玩一款遊戲 以現在的價值觀來看簡直是匪夷所思 但在Gameboy推出之前 Game and Watch系列是全世界最受歡迎的手提遊戲機 任天堂得到空前的成功 將得到的利益全部去投資開發紅白機 以紅白機再令任天堂取得絕大成功 所以Game and Watch系列是任天堂的轉捩點 在推出Game and Watch系列之前 任天堂其實是處於業績低迷的危機當中 傳說中的天才遊戲開發者橫井君平 得到靈感和再發揮他的技術 挽救了任天堂 Game and Watch系列其實有一個重大的秘密 就是他不靠最先進的科技 要製造Game and Watch 只需要當時很平凡很平凡的技術就可以了 這個系列總共推出了59款遊戲 而途中有一款是遊戲界的重大發明 就是任天堂第一個以馬利奧為主角的遊戲 大金剛 這個遊戲中首次採用十字鍵來控制方向 是遊戲迷的你或者喜歡日本的你 一定對任天堂的成功故事有興趣 任天堂在1889年創業時 只是一間賣花牌公司 花牌是一種日本的紙牌遊戲 你可以當它是日本版的啤牌 去到1953年任天堂成功製造 加入了塑膠成份的啤牌 令啤牌更加耐用 任天堂這間公司創業了60年 都只不貴製造啤牌 製造紙牌 沒有自己原創的商品 去到1950年代 第三代社長山內浦 發覺自己的公司已經沒有什麼前途 開始想辦法怎樣去做新的發展 畢竟任天堂是一間紙牌公司 社長不想轉行 希望向這方面再發展 社長就去當時很流行 玩啤牌的美國去試測 誰不知山內社長眼前一片漆黑 他去到美國規模最大的紙牌公司試測 但誰不知這間公司的規模 比想像中小得多 他發覺了連美國也沒有發展空間 山內社長看到美國的現實之後 一切的希望全部都壞滅 回到日本後就想辦法 嘗試發展其他事業 例如他親戚開的士公司 他就跟風開一間屬於自己的的士公司 但生意不如理想 做了幾年後就轉了手 之後又加入食品行業 製造即食飯 但在沒有經驗之下 都硬做了一些食品出來 社長自己親身試吃 但誰不知難食到吃不到入口 但都投資了沒有辦法 強行推出市面 當然這麼難食 少量欠佳 最終都沒有做下去了 山內社長還有其他不同行業 例如有時中酒店 但都不成功 所有嘗試都不成功 可以做這麼多不同的嘗試 都是因為他自己的公司 任天堂專長的指牌 銷量不錯 尤其是招牌商品 迪士尼啤牌 而且買啤牌還送一本小冊子 裡面是講解不同的玩法 大受家長和小朋友歡迎 在這副迪士尼啤牌都可以看到任天堂的長處 就是重視遊戲性 不是就這樣印公仔在啤牌賣給你就算數 他還會加上你怎樣去玩 到了1964年 長期銷量不錯的迪士尼啤牌 銷量開始放緩了 為什麼呢? 因為全國的小朋友 大部分已經擁有一副 迪士尼啤牌已經再沒有新的客源 到這裏任天堂前路茫茫 逐步逐步邁向賭產的危機 山內社長不得不再去改變 到下一年的1965年 任天堂遇到世紀性的轉機 這個轉機就是 當時還是專做指牌 專做啤牌的任天堂 竟然請了日後發明Game Boy的 工學部畢業大學生 橫井君亭 這位天才遊戲開發者 橫井剛入職的時候 任天堂還是一間指牌公司 大部分社員都是做指牌的師傅 橫井君亭除了沒有工作之外 和其他同事都談不談 橫井最初的工作 就是去改良膠水的攪拌機 他是工學部畢業的大學生 不過這就是他的工作 其實製啤牌的時候 膠水是一種很重要的材料 當時很多人都會用啤牌去賭錢 如果膠水質素不好 去貼啤牌的時候 很容易貼得不緊 如果膠水製得不好 貼啤牌就貼得不漂亮 人們就很容易在啤牌上做手腳 就是當時有些黑幫 因為任天堂的啤牌做得不漂亮 搞到有些輸錢 那黑幫竟然是賺上門 去任天堂公司搗亂 搞到任天堂沒有辦法正常營業 所以其實改良膠水攪拌機 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但對於大學畢業的橫井君平來說 是大財少用 改良膠水攪拌機之後 公司已經沒有任何工作 再派給橫井君平去做 很空閒 他本身就很喜歡做手作 他就在公司找材料 做了一個玩具 這個玩具 竟然成為日後任天堂創業以來 第一個原創的玩具 絕頂伸縮怪獸 這隻怪獸可以伸長可以縮短 橫井君平只不過是因為打發時間 才做了這個玩具 他做了玩具 覺得很過癮 忍不住借給同事去玩 誰知這個就成為了傳聞 傳到山內社長的耳 山內社長專程去到橫井君平 看看這隻怪獸 以為社長會罵橫井君平偷懶 誰知社長就跟橫井君平說 不如你把這隻怪獸造成商品拿出去賣吧 山內社長心裡就想 這個玩具 可能會令公司產生意料不到的變化 社長走了之後 就去改良這隻怪獸 而這就是橫井君平 在任天堂裡 第一份正式和玩具有關的工作 就很開心 不斷去改良改良 將這隻怪獸做試作品 馬上拿去給社長看看吧 但社長拿起這隻怪獸 然後就跟橫井說 任天堂不是一間玩具公司 而是一間遊戲公司 你拿這隻怪獸回去吧 將它設計成一個遊戲 再向我匯報吧 橫井聽到山內社長這樣說 他馬上回家再花心思 幾經苦路和改良之後 將伸縮怪獸再加幾個原住的零件 伸縮怪獸有一個新奇的玩具 再加了一些遊戲性 變成商品的絕頂伸縮怪獸 成為60年代令日本小朋友沉迷的遊戲 而絕頂伸縮怪獸 亦都成為任天堂第一個原創的玩具和遊戲 任天堂踏出了已遊戲公司的第一步 環井均平掌握了研發玩具和遊戲的要領 之後接連推出幾款大歇庫遊戲性的玩具 在這幾款玩具裡都找到任天堂的哲學 去到任天堂最近的遊戲機 比如VR、Switch等等 都是不依靠最尖端的科技 而是用很平凡的科技 來製作大HIT的遊戲 例如V的VFit 還有Switch的動物森林 天才遊戲開發者環井均平 在60年代開發了幾款經典的玩具 絕頂系列的絕頂棒球機 是有自動發球機和球棒的套裝 最成功的地方就是附屬的球棒 是伸縮設計 可以調校長度 在狹窄的家裡都可以揮動自愈 不會撞到東西 這個設計還帶動了一個熱潮 就是小朋友們可以帶自己 私家的球棒出街 和去同學站著玩 絕頂系列是三部曲 第三個玩具就是絕頂前網鏡 這個玩具也很經典 它也有伸縮功能 而且是電動的 用幾塊鏡子和一個小小的電動摩打 做零件的前網鏡 令到當時的小朋友都著迷 他們都會用這個前網鏡 去創造自己圍內的遊戲 任天堂的哲學 就滲透到每一個小朋友的心中 天才遊戲開發者環井均平 和舊技術新環義這個哲學 為任天堂帶來奇蹟 在大阪有總公司的星寶牌 即Sharp 在60年代尾生產太陽能電池 日後Sharp的太陽能電池 卓上計算機大賣 都是和橫井均平和任天堂有密切的關係 有一天Sharp就上門找任天堂 去幫忙售太陽能電池 山內社長就找了環仔出席會議 而Sharp方面就有上川雅芝 Sharp的員工日後轉投任天堂 並且開發全球大Hit的任天堂紅白機 當時太陽能電池已經面世了幾年 不算是甚麼新科技 作為遊戲公司的任天堂 想盡辦法應用太陽能電池來做玩具 擅長舊技術新環義的環仔均平 看通了太陽能電池的特性 開發了任天堂的經典玩具系列 光線槍 配合Sharp的太陽能電池特性 在日光下都能夠感應到微弱的光亮 產生電流 就是巧巧可以用來做光線槍 不過太陽能電池設計複雜 成本也很貴 價格方面不適合用來做以小朋友為對象的玩具 環仔均平就是找尚川雅芝 一起想辦法解決這個成本問題 兩人合作成功把成本減低到原本的三成 但之後他們已經沒有正面合作 還要在80年代以紅白機和Game Boy產生對立 光線槍解決當時實彈玩具槍射程不夠遠的問題 而且比氣槍更安全更便宜 導致光線槍這個玩具大賣 任天堂第一個電子玩具又獲得成功了 更加以這個原創玩具鞏固在業界的地位 踏入70年代 任天堂乘著光線槍大賣和當時保齡球熱潮減退 任天堂的社長決定進軍娛樂事業市場 改良光線槍和加強遊戲性引入運動元素 發明了一種新的娛樂 雷射飛碟射擊系統 當時生意一落千丈的保齡球場地經營者 對這個遊戲很有興趣 還紛紛落訂準備引入這個系統去投入服務 但命運不由人 1973年發生了石油危機 很多已經落訂的投資者都是因為財政有問題而退出 撻訂 任天堂準備了大量資源 但生意做不成 蒙獸了前所未有的損失 投資得越大損失越大 山內社長決定轉投成本較低的街機市場 環井君平又再一次發揮本領 又有新發明就是經典射擊遊戲作品 荒野槍手 環井君平運用了昔日的技術 再加少少教身 不過不流行的技術 來開發荒野槍手 這個遊戲是用投影方式 根據玩家的操縱 而瞬間變換對方是中槍 還是玩家自己中槍的畫面 這個遊戲投影畫面是要用菲林 但射擊遊戲動作很高速 菲林用不足100次便會消耗 對於維修這個遊戲造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一提到菲林 當時日本有一間很著名的菲林公司 就是富士菲林 環井君平就向富士菲林求助 當時這麼多人巧 就是市面上一般的菲林 為了避免弄壞些基建 而設計得很容易撕斷 但另一方面富士菲林有研製內容的菲林 這個內容的菲林正正正適合環井君平的要求 和富士菲林合作 改善了菲林內容性的問題 荒野槍獸這個遊戲在1974年面世 當時神匯有一間機店 有荒野槍獸這個遊戲玩 很多人排隊 就是為了看一看這個遊戲 搏一局看看能否輪到 可以有機會玩這個遊戲 當時的場面 就像iPhone出新款的時候 第一天Apple Shop外面排了長龍 不但日本國內 荒野槍獸這個遊戲 在歐美都大受歡迎 任天堂又再走前一步 在世界舞台上留下自己公司的名字 任天堂在街機得到成功 而當時再加上TITLE這間公司推出的太空侵略者 Space Inventer這個遊戲 風魔整個日本 更加造成100日元硬幣不足的社會問題 70年代就是街機的年代 任天堂的射擊遊戲大受歡迎 但利益方面不是那麼理想 為了確保利益 任天堂沒有辦法 就跟隨當時的潮流 推出了和TITLE的太空侵略者 極畏相似的街機 太空迷烈 Space Fever 這遊戲完全不像任天堂的做法 可以看到當時任天堂 是多窮途末路 這次挽救任天堂的不用說 都是橫井均平 雷射飛碟射擊系統的失敗 是因為經濟環境問題 但在任天堂公司裏 很多人都以嚴厲的眼光去看橫井均平 話說一日山內社長的司機 因為身體不適而請假 而社長的車是阻態 公司裏很多人都不習慣用阻態 而剛巧都這麼巧 橫井均平在年青的時候 已經很喜歡駕駛阻態車 任天堂人事部 竟然叫橫井均平去頂社長司機 可以看到當時沒有地位 橫井均平和山內社長都很熟 他都沒有計算了 他做司機 上了車駕駛了一會 但車內一片寧靜 橫井均平唯有強行地打開話題 前幾天搭新幹線的時候 看到附近有一個上班一族 拿一部計算機出來玩 打發時間 這是很瑣碎的話題 不過橫井均平在很多日常生活中 得到靈感去開發遊戲 但這1000個靈感中 有999個都沒有價值 再進一步思考 山內社長聽了橫井均平說這番話 其實在車內都沒有特別反應 但誰知道過了幾天之後 山內社長竟然又再邀請Sharp的員工 來和橫井均平開會 十年前他就用Sharp的太陽能電池 來開發大HIT玩具 今次又有什麼突破呢? 當時Sharp很擅長開發液晶體屏幕 以及手提式計算機 而手提式計算機 就是當時做得事的人的身份象徵 70年代中期 手提式計算機競爭激烈 在10年前的60年代Sharp推出的 TURS上型計算機 CS10A賣50萬日圓以上 但過了10年去到70年代 CASIO推出的不是桌面 而是手提式計算機 只是賣1萬日圓多少少 原來Sharp自己也遇上了價格競爭這個問題 希望任天堂想想辦法 當時任天堂已經有開發 介機電子遊戲的技術 再配合Sharp的優秀技術 橫井均屏今次有什麼驚世靈感呢? 這個人被稱為天才遊戲開發者 真的有他的原因 因為今次設計了80年代至90年代頭 風魔全球的手提遊戲機系列 Game and Watch 這個系列中 更有日後成為代表任天堂的角色 瑪利奧當主角的電子遊戲 大金剛 當然Game and Watch 這部手提遊戲機 都有橫井均屏的哲學 舊技術 新還二 液晶體螢幕和計算晶片 都是手提式計算機的技術 當時這個技術已經很普遍 不是什麼最新的技術 得到Sharp的幫助 在技術上和價格上都沒有任何問題 最大的問題就是出什麼遊戲呢? 橫井均屏知道Game and Watch 手提遊戲機 是一種全新的玩意 遊戲內容要做得簡單 才會得到人們的接受 他想了很久很久 就決定用雜技 Powerball為主題 做了第一款遊戲 橫井均屏充滿信心 就讓山內社長去試玩 社長也表示得很滿意 還給了一個手信給橫井均屏 這一個手信就是 叫橫井均屏做多兩三款遊戲 同時發售 作品得到社長認同 他很開心 不過他的工作量增加了幾倍 要在很短很短的時間 開發多兩三款遊戲 最終雖然不是同時發售 不過橫井均屏努力地趕工 開發了騎手、博傻瓜 不需要看說明書 都會玩的遊戲 開發Game and Watch 這個故事 沒那麼簡單 Game and Watch 遊戲機大賣原因 不單止Game and Watch 是當時新穎的遊戲機 和遊戲內容簡單易操作之外 而且還有一個任天堂日後成功的要素 Game and Watch 遊戲機有如其名 除了可以打遊戲之外 還是一個易晶體畫面的鐘 當時六千英的一部手提遊戲機 和只有一款遊戲 完全不便宜 如果買回來玩厭了 或者原來遊戲不適合玩 補機便成為廢物 不過Game and Watch 兼有時鐘功能 就算玩厭了遊戲 或者不適合心意 都可以當中這樣看 80年代時 易晶體畫面的時鐘 因為價格昂貴 而不是很流行 Game and Watch 系列兼備時鐘功能 具備實用性功能的Game and Watch 令很多人都有藉口 去嘗試買來玩 尤其是一些年輕人 可以說服爸爸媽媽買給自己玩 因為Game and Watch 可以當中看 可以一邊看一個小時 一邊做功課 一邊溫習 有很多家長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買一部Game and Watch 給自己的年輕人玩 但那些年輕人怎會這麼正經溫習 一敲爸爸媽媽不在身邊 沒有看著的時候 馬上拿一部Game and Watch 來玩 怎會去溫習 怎會做功課 Game and Watch 開發背後的故事 就說明了任天堂 為何這麼受歡迎 也證明了天才遊戲開發者 橫井均平的才華 橫井均平開發的Game and Watch 系列總共有59款遊戲 由1980年至1991年 全世界合共販賣了超過4000萬部 成為電子遊戲史上的一個傳說 另外1982年推出的遊戲 大金剛 Donkey Kongu 它的操縱方式是用十字按 這個更加是連換史上一個很大的進化 到現在差不多所有電玩的手掣都有十字按 大金剛這個遊戲本身是街機遊戲 因為在美國大受歡迎 而移植到Game and Watch 大金剛這個遊戲裡的主角馬利奧 更加成為代表任天堂的角色人物 說回推出Game and Watch之前的70年代 任天堂為了解決財政問題 橫井均平有為美國分公司做幫忙 當時美國分公司打算開發一種新的街機遊戲 在這個項目裡有一個入職不久的員工 公本茂 橫井均平和公本茂一起共同開發 本身開發的遊戲是打算用大力水手撥牌去做主角 但最終誰不知拿不到版權 就要被迫創作遊戲的角色 最後不用我解釋 開發的遊戲就是大金剛 而原創的角色就是馬利奧 橫井均平 公本茂 還有之前是Sharp的員工的尚川雅芝 分別在不同的領域 為80年代之後的任天堂作出貢獻 以毫無疑問 橫井均平為任天堂作出貢獻 就令任天堂成為受全世界歡迎的電子遊戲公司 任天堂由100年前的創業 至80年代的Game and Watch系列為自己的試跡 充滿傳奇色彩 任天堂自己的故事 不會給他自己開發的遊戲訊息 今次日本深度企業版為你介紹任天堂前半拍的史跡 而紅白機Game Boy 年代 去到現在任天堂的故事 也非常精彩